当你的女朋友没胃口时 就给她做这个酸辣下饭的番茄火锅鸡吧 哇 简直是米饭抓手 准备两斤新鲜的鸡块 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 番茄一半切大块 一半切小块 起锅烧油 加入鸡肉 大火翻炒 炒至金黄沉出来 重新起锅 倒点刚刚的鸡油 加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一块火锅底料 把火锅底料炒化 加入番茄块 炒出汁水 鸡肉回锅 翻炒均匀 加一圈山葱 一圈老抽 两勺林卡糖 倒入开水 过过鸡肉 盖盖中小火炖15分钟 时间到 加入爱吃的配菜 宽粉 还有番茄块 炭焖10分钟 好啰 来点葱花 香菜 还芝麻 哇 酸酸甜甜的还带点辣 好香啊 宽粉太诱人了 我不配宽粉 绝配啊 这个汤拌米饭特别好吃 感觉这个汤都可以喝 哇 汤喝起来还是有点重的 哇 汤喝起来